那如果摩托車出來的話 我一定是騎爆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又回到我們極速領域的遊戲時間啦 那最近極速領域的話 好像會有一波大改版的樣子喔 那哲平也有在我們的社群發文給大家看了 那大家好像都非常期待 那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的啦 也就是我們的狂野摩托車 終於要來了好不好 那如果摩托車出來的話 我一定是騎爆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看腿推啊 沒有啦 基本上我還滿想要玩摩托車 那之前在路伏的時候好像沒有玩過 所以我就等到台服的時候再來玩玩看囉 那這邊除了我們摩托車以外的 這邊好像還有一些就是活動的更新啦 還有一些都是新東西的會出現的 那我原本以為就是這幾天會更新 不過好像還要再等它一段時間的樣子喔 也就是我們這個 摩托車要登場啦 沒有問題 那除了摩托車的話 這邊還登新了四大新玩法喔 就是摩托車登場 然後全新的車隊賽 還有我們排位賽的更新 還有榮耀勳章 那這個榮耀勳章好像還滿多 就是入伏的老玩家都還滿推薦的啦 那榮耀勳章這邊的話 好像就是你只要每天完成一些任務啊 就可以獲得那個活躍度喔 那累積活躍度 然後升級的榮耀勳章 打到特定等級之後呢 就可以獲得一些就是稀有的一些珍貴的獎勵喔 所以就還不錯啦 我覺得就是 這個對一些就是無課金的玩家來說的話 你就是每天努力解任務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一些就是 比如說實裝啊 或是A車啊 或是一些Skin或是表型 我覺得都還不錯喔 那排位在這邊的話好像有更新一個機制 就是你只要掉分或是掉牌啊 比如說你從我們的新耀掉到鑽石之後呢 好像再重新打上去滿分之後呢 好像就不用再打我們的BALL了喔 就直接就會晉級了 所以就是讓一些想要上分的話就會更好上分啦 所以接下來的話應該會更好上分 所以折平的話就會更容易折省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那麼緊張喔 就是慢慢爬就可以了 那這邊還有一個排位兌換的東西喔 就是可以用排位的一些獎勵 排位的分數來兌換一些東西 那這邊它是寫說 還有機會可以獲得一些全新的A車喔 所以就是讓一些就是無課玩家 更好的能夠去打一些排位啦 所以就是努力去充排位 就可以拿到一些不錯的東西囉 那除了我們剛剛那些活動以外呢 這邊有多了我們新時裝啦 這邊的話時裝還有我們的新寵物 笑天犬的樣子喔 那時裝的話 這邊折平應該是會努力去抽給大家看 因為這套的話感覺還滿可愛的啦 已經抽起來了對不對 那這隻寵物的話呢 因為折平沒有玩過太多的入府啦 所以你有對這隻寵物一些了解 或是一些資訊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折平囉 那目前來說的話 這就是最近可能會就是更新的一些東西啦 所以就還滿期待 尤其是我們的摩托車喔 那這邊還有一些積分獎勵的兌換東西喔 這邊的話就是讓大家就是 更容易可以去完成一些任務啦 就不一定一定就是每天都只要靠一些錢 或是靠一些東西 就可以兌換我們一些skin或是商品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一個功能喔 那我們就可以敬請期待一下 它接下來的發展囉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玩一下 我們入府的排位賽喔 因為最近的話入府的排位賽是重算的啦 那折平折平的話呢 這一季重算之後是在我們鑽15喔 那已經爬我們鑽14了 那這一季的重算之後呢 就有一個我們的S9的冠軍資料啦 也就是我們每一次的那個 極速禮遇跟Q2飛車 只要賽季重算的話 就會有一個新的那個飛翅了 那也非常期待台灣的東西會出現啦 因為台灣的話好像在過八九天之後呢 好像就會重啟一個賽季喔 所以就要開始重新爬 那爬的話就會拿到一些新的飛翅啦 所以基本上我就還滿喜歡這種東西 因為每一季的那個勳章都會不一樣 所以就是努力把它爬高 然後拿到我們這個勳章飛翅 應該會不錯囉 那最近的話呢 我們這個入府啊也送我滿多套衣服的 都是永久的啦 所以就是還滿好的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哲平的入府是沒辦法課金的 所以就是來穿一些永久的套裝 就還不錯喔 外星人啦 感覺不錯 那這邊的話呢 福利這邊哲平也是很努力 再打一下我們這個雷霆風暴啦 不知道能不能在我們5月5號之前 把它充滿了 現在還156還有一半喔 不知道可不可以喔 就只能慢慢打囉 好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排位賽啦 看一下能不能再衝高分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第一張地圖呢 就很好來到一張 嗯 不怎麼玩的地圖喔 哈哈 所以可能要爆掉了喔 哇 結果這邊的話大家都有小孩耶 那這邊沒有小孩的原因是因為 哲平的那個入府沒有辦法課金啦 所以我想要就是買衣服給小朋友的話 就沒辦法買喔 欸 怎麼laglag的 哇塞 直接一開始就lag掉了 哇 不要鬧啊 完了完了 其實我覺得入府一切都很不錯啊 就是差在線路問題喔 因為真的沒有說很順喔 如果 如果跟台服一樣的順的話 搞不好有一天真的會直接跳槽到入府也不一定 但是 最近的話真的還是台服的線路會比較順一點點喔 哇塞 我的天啊 好 這邊有一個暗道 大家都會走了捏 哇塞 喔呦 撞到滿地了喔 哎呀 尷尬尷尬 來看看哈 這邊 他被騙了 他已經第一次玩 因為大家看我們這個地圖的話一定要熟悉一下 就是你要知道這張地圖裡面有什麼 因為像剛剛的話他前面有一些路標 都會告訴你就是他可能那邊要彎什麼之類的 但其實根本就不用彎那麼多喔 不會這樣 比如說這邊也是 哎呦 看一下能不能 拿個前四名喔 突然覺得喔 倒大沒了喔 好 這邊我記得有一個小捷徑 慢慢彎 然後快速出彎 然後往這邊 欸 手指出 手指出居然還可以這樣子搞 太好了 順利過來了 欸可是好lag喔 怎麼會這麼lag 別鬧了 別鬧了 拜託 拜託 別鬧了 別鬧了 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我是Android的手機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那個iOS的手機 好像真的都比較穩定一點點 蓋換了 蓋換了 各位 欸 太快了吧 不過還是可以拿到前三名 先努力拿前三名再說 哎呀 啊 哇 好險這邊還有拿到前三名喔 太快了吧 哇 好 再來換我們龍騰登海囉 其實我覺得陸服真的很不錯啦 只是 真的就是線路真的是插到一個爆炸就這樣子而已 要不然其實都還不錯 哎呀 摩托車 哇 真的希望台版趕快出摩托車 好想騎騎看喔 哇塞 好 來看一下 拜託 線路穩定一點點 不然我又爆了 哎唷 好險好險 好 這邊先衝出去 龍騰登海 不是剛剛那張不熟悉的地圖就還好喔 我覺得剛剛那張很圖的話真的還蠻可怕的 但是練好的話真的會還蠻好 而且之後的話台版應該也會出啦 所以就是可以先練一下圖也是不錯 只是哲平都沒有什麼時間在練圖的 好 這邊先快速出完氣愛之後呢 這邊來一個吸大氣大氣噴 好 沒問題 然後再補氣 然後這邊再補一個氣 然後再 氮氣沖起來 好 沒問題 然後前三名就可以加分了 沒有問題喔 GOGOGO GO GO 哎唷 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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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出完 哎呀 不要鬧喔 怎麼那麼LAG 哇 但是還是彎過來了 不愧是神狙啊 哇 欸 賣腦喔 哇 怎麼了 怎麼一回事 我的手機要爆炸了嗎 來來來來來 過來 飄機快速出彎 哎 沒有 沒有用到那個 彈射喔 好 過來 然後這邊 吸大氣大氣噴 再一個吸大氣大氣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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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會出事欸這邊 唉唷 好險喔 沒事沒事 再一個空噴 弱臂的吸大氣噴 再過來 一個甩尾 然後沒撞到很好 然後再過來 快速出彎補氣 完了完了完了 浪費一條了 沒關係 這邊先彎一下 然後下面可以再彎一個補滿 加氮氣 走走走走走走 這邊就不要再刷氣了 直接快速衝過去 然後這邊來一個甩尾飄移 快速出彎 哎呀完了 撞到了 不過沒關係 拉回來了 轉向車好 nice 然後這邊來個吸大氣大氣噴 打對吸大氣噴 然後延續 延續 甩尾飄移 吸大氣大氣噴 然後過來 然後過來 這邊基本上就是彎陣之後 再加一個甩尾飄移 但是我還是沒有練起來 所以就先這樣過 那邊喜歡用三連快速出彎過去 好 沒問題 喔 好險喔 還是第一名 好 那我們今天最後一場的話 來到的是我們的冰雪企鵝島喔 哇 他們都有小孩耶 好想養喔 哇 可是不知道台服什麼時候出啊 路不沒辦法養啊 路不沒辦法課金啊 QQ 好 來看一下吧 哇 欸 他們都是小孩子開車耶 超可愛的 可是這樣小孩子看得到路嗎 呵呵呵 沒問題 來看一下哈 會不會直接輸爆小孩子耶 好 沒問題 希望線路穩一點喔 那其實我後來發現 搞不好其實根本就不是那個 路浦的線路不穩 搞不好是我家網路這邊的問題 我覺得也是有可能的 走小刀 哇 被撞到了 自己撞牆 欸 小孩子好猛喔 很會開耶 欸 呵呵 真的很可愛耶 小孩子開車 沒關係 來來來來來 看一下哈 打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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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看其實他們有一些就是 路浦的玩家好像也是很容易就是 出現那個網路訊號不好的那個 所以到底是不是 他本來就是 伺服器就不太穩還是怎麼這樣 哇塞 挑過去了 打屁打屁噴 哎呀 又撞到了 有閃遏 啊 有閃遁 最後一個快速出彎 吸打就噴 這邊一定要成功 喔沒成功 不過還是可以喔 前三名 還行還行啦 好險好險喔 好那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更新的一些活動的東西啦 那希望趕快出喔 因為我好想要騎摩托車喔 那你們也喜歡摩托車嗎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喜歡 就喜歡哲平頻道 開啟訂閱喔 那每天中午12點跟晚上的5點半跟晚上的9點 都會有影片啦 大家都可以來看一下囉 那我哲平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